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题目 《从山火看末日》 其实两年前,我在巴弗教会讲的一个题目 就是《山火的启示》 可是这两年以来,又有些新的发展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些新的发展 但是在讲新的发展之前 我把两年前所讲的那一篇 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从2017年以来 《山火对美国加州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心理冲击》 你看2017年的10月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了好几场的大火,森林大火 都在同一个时间,同时爆发 都在同一个地区 受灾的县,在加州的Napa、Soloma 还有Mendocino这几个县 然后许多的建筑物被烧毁 总共加起来,大概8千多个建筑物 然后死亡人数达到40个人 所以已经打破了加州在1933年的时候所创下的记录 那时候在洛杉矶的一场山火当中,死亡了29个人 那是这80年来,大概是一直维持是最高记录 之后到了2017年才打破 这里头我们看到这几个县,这里有三个县 在什么地方呢? 下面就是旧金山,是弯曲 然后它的北边有个Soloma 然后这个是Napa 然后Mendocino,这几个县 这几个县在2017年的山火当中,受到最大的打击 这是2017年10月9日在Santa Rosa Santa Rosa就是Soloma的首府 你看这个城市受创很大,这个是Napa Napa是一个残酒的地方 这个是Napa 然后这个是Glan Allen 这个是在Santa Rosa跟Napa之间的一个小村 那是Santa Rosa 所以你看Santa Rosa这个城市被毁了一大区 完全都被火整个夷平 整个一片都烧掉了 所以烧掉了八千多栋房子 这个山火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启示 我们可以跟约尔书做一个对照 约尔书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刚好就在说明,在解释这场山火里面的属灵的意义 约尔书第一章里面有说 老年人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 什么事啊? 就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这是四种不同形态的蝗虫 所以就是蝗虫的灾难会临到 然后一波一波,接着一波 那这个已经发生过了 已经发生过了 就是这一波一波的蝗虫的灾难来 所以先知就在那边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你们的日子,或者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 所以这就是说,这种事情发生,是一个警讯 神借着这样一个灾难在说话 那一样的,加州这个山火,也是神在说话 所以发生前所未见的灾难,就是神在说话 那加州这个山火,是一个破纪录的山火 神就借着这一场山火,在向祂的百姓,向这个世人说话 第二个,它这个重灾区,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加州的酒香跟大麻的产地 我们看到这上面这四个县 Sonoma,Napa,还有Mandosino,跟Lake 这四个县,是被称为加州的酒香,Wine Country 它这个是举世闻名的葡萄酒生产地 总共有400多家酒庄,比Sonoma的产量最多 在他们以北,另外这三个县,是什么? 是被称为翡翠三角,是全美最大的大麻产地 这当中的Mandosino,也是在这场山火当中,被打击很重 Sonoma本身也有3000到9000个大麻农场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酒庄 Sanarosa的酒庄被烧毁,这个是酒瓶被烧熔 那这个是大麻农场,火已经靠近了 下面一扎片都是大麻,你看到这下面都是大麻 那即使它没有被烧到,它的烟都会破坏它这个产品的品质 因为大麻是拿来抽的,如果一抽出来是烟熏的味道的话 那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这个重灾区是酒香跟大麻产地 在约尔书1章5节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事情说 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所以这个场景跟这个山火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 酒在圣经里面是象征这四丈暂时的快乐 那大麻也是给人快乐的一种假象 就好像都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 但是那种有点像是麻醉自己的东西 完了之后,你的问题还是在 所以你又回到现实当中 所以都是暂时的快乐 那加州同时也是电影跟色情的制造中心 所以加州它不仅生产酒,生产大麻 它生产电影,生产这个色情的东西 所以它是向世界输出什么东西呢? 它向世界输出的特产,就是这个世界的快乐 这是加州的特产 那所以神借着这场在加州这场山火 破纪录的山火,在向人说什么话呢? 祂在唤醒,在警告所有沉醉于今世享乐的世人 特别是基督徒,要回转归向神 预备迎见基督的再来 所以这世界上的这些享乐,都要被击打 都要化为乌有 所以神就要警告说,你们要回转 所以在约尔书里面,神把他们的甜酒都夺去了 就是要他们什么?要回转 这是审判 所以这场山火,是在警告这些醉生梦死的世人 还有基督徒 那这场山火,是多处瞬间爆发 同时在好几个地方 同时间,那山火就爆发了 也彼此之间没有关联 但是,就是同时发生 而且,它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 一刹那之间,就烧片了整个地方 罹难的人多半都是因为大火来得太快 以至于来不及逃生而丧命 这个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有说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 那个大灾难,会这样突然临到我们 所以,这个灾难是瞬间来到的 第四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是讲到所多玛跟硫磺火 你看,它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叫什么 所罗马 所罗马跟所多玛,其实音是非常像的 特别是在中文里面,音是非常像的 好,那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意思 然后同时,你看到这边有很多山火 对不对 它每一个山火都有它的名字 就像台风有台风的名字一样 每一个山火,它有它的名字 那这里头有一个山火,叫什么 叫sulfur fire 这个sulfur fire是什么东西,就是硫磺火 这硫磺火 好了,这个硫磺火 然后又有一个所诺马跟所多玛非常类似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提醒我们什么 这提醒我们,就是 就像罗得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跟踪又盖造 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之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好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所多玛跟硫磺火 跟这个山火,加州这个山火 有一些连带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这也是一个讲到说 神对这个世界上的审判 会顺天来到的 这是一场灾难 同时也是一个审判 因为所多玛它是被天火焚烧 但是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罪恶 一样的,今天神让这个山火降临在加州 也是在审判这个世界 第五个,这是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再回来看约尔书第一章里面 他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约尔书的一个keyword,一个要词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你们要在喜安吹脚,在我圣上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所以耶和华的日子 在约尔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审判的日子 这个黄灾要来的日子,审判日子 但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情势来说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 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候要来到 主要再来的日子,也是快要到了 第六个lesson,第六个给我们启示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赎回失去的光阴 一样在约尔书里面有说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尽时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所以在约尔书里面,虽然是有这些警告 虽然有灾难要临到,但是神有一个应许 说你们应该要回转,要一心归向我 这样的话有一个盼望 什么样的盼望呢 就是神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男子、马炸、简虫 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所以当神的百姓一旦归向神之后 神有个应许,祂会让他们过去所失去的时光 过去所浪费的虚度的那些岁月 神会补还,赎回那失去的光阴 那你说,可是我年纪大怎么办 我过去失去的年数太多了 我现在就算全部都补回来,好像也补不回来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 特别是到末世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 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人,他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 他的工资却与第一批进去,做了12个小时的人一样 这意味着末世的时间,他的含金量特别高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好好为神而活的话 可以数为12倍过去遭到仇敌吞吃的时间 过去人要做了12个小时,才拿1000银子 但是我现在做了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同样拿到1000银子 这把过去所失去的12个小时,全部都补回来了 所以神可以让我们把过去失去的时间赎回 完全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站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它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 我们这时候为神而活,我们所发挥的影响力会特别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 我们特别能够有份于被提 过去几千年来,很多得胜者 但是他们还在那边等候,等候复活,等候被提 但是今天这一批人,我们是可以亲眼看到主再来的 我们是可以活着被提的 所以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恩典的时代 所以关于这个北加州山火的启示 可以详见我们圣经简报站里面 里面有,那个时候有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我今天是,重点是要讲到后面2018年以后的 好了,2017年我们看到,这已经有很大的损失 这都已经破记录了,对不对? 然后2018年11月,又发生了一场山火,叫Camp山火 受灾线叫做Butte 它有多少栋房子被烧毁? 18804栋,死了86个人 它这个被烧毁的建筑物跟死亡的人数 都是2017年的两倍以上 2017年已经是破记录了 破80年来的记录了 但是第二年这个是更厉害的一场 所以它这场山火不仅在破加州历史 财务损失也是居当年全球天灾之冠 2018年全球发生很多天灾 但是没有一场天灾所带来的损失 像加州这场山火的损失那么大 这个有一个天堂镇,叫Paradise 它有两万六千多个居民 这个整个镇都被火移平 整个都被烧光 天堂镇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必有线里面 这个天堂镇,Paradise 其实应该是就要翻成乐园才对 但是一般人的体会就是讲天堂 他们认为天堂就是Paradise 然后天堂镇的欢迎招牌上面写着,它说什么? You are ascending into paradise 寧正上到天堂 因为它这个镇是在一个山脊的上面 它两旁都是峡谷 所以它是在一个山上 所以当人开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真的是往上到了一个高的地方 所以他说,你现在到了天堂 这个口气也是蛮大的 我们这边是人间天堂 可是2018年11月的时候 这个天堂镇,全镇被火移平 你看这个红绿灯都还在那边 这个后面全烧了 这是房子被烧掉 这个车子也被烧掉了 整片这边都没有了 如果你现在去看google map的话 从卫星图来看 你看到全镇几乎全毁,成为荒肠 你把这个图放大看 你看这每一片房子,全部都被烧光了 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子 位在山底上的这个天堂镇 它是在一天之内就毁于山火 同一天之内,全部都烧光了 所以从人间天堂就沦为人间地狱 神在这当中就传达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 人在地上所自夸的荣耀将会破灭 把自己举的越高的,将坠落的越深 当我们在那边,以我住在天堂自豪 我们这边是人间天堂 但实际上,神就让这个地方就变成人间地狱 撒旦他神经说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重行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身之处 凡是高举自己的,到最后就会被摔得越重 那时候人要建那个八别塔也是一样 塔顶要通天,要宣扬我自己的名 结果后来神就被他把他们打散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一个山火,把整个天堂镇全都烧掉 你会觉得说,这个有点特别 你不是烧掉别的城市,而是烧掉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天堂 所以你觉得神在说话吗?我觉得神在讲话 神不要我们以这个地上的天堂为骄傲 神要我们真正的是在乎我们天上真正的天堂 人在地上会创造一个天堂,但是实际上会被神击打的 在末日,巴比伦大臣也是在一天之间被火烧灭,成为荒肠 巴比伦大臣也是充满荣华富贵的 在启示录18章里面说 在一天之内,他的摘殃药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这个天堂镇,可以说是大巴比伦的一个缩影 一天之内完全烧掉,本来是很自夸的 但是一下子就成为荒肠 所以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肠 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 你现在见到天堂镇,到晚上一片漆黑 因为每一栋房子都被烧光了 然后重见,他现在还遥遥无奇 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恢复过去的样子 可能也来不及了,因为主快要再来 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就维持这样下去了 而且现在谁会回去那边住呢?什么都没有 所以真的是成为荒场,什么弹琴作乐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灯光也不再照耀了,晚上都是一片漆黑,好像一座鬼城一样 所以2017年,神借着北加州的山火,重击了加州的酒香 向普天下祂的儿女说话,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 主当然是会对世人说话 但是我觉得祂特别是要对祂儿女说话 因为祂儿女是要预备主再来的那班人 那世人的话,就是要悔改归向神 2018年,神就借着损失更巨大,死伤更惨重的Camp山火 跟天堂症的毁灭,说更大声的话 2017年,北加州山火毁灭了葡萄园跟大麻农场 2018年的Camp山火毁灭了整个天堂症 这两者的意义是一致的 所以神用两场山火,再讲同样的信息 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神在警告世人,尤其是祂的儿女 不要再贪恋这世上短暂的快乐 也不要追求和留恋于人间的天堂 乃要定居于永恒的荣耀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场山火,所带出来的属灵的信息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神在很大声的说话,而且讲同样的话 只有耳朵打开的能够听见,只有眼睛被打开的才能够看见 看见神在这两场山火里面所讲的同样的话 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所以在追求这地上的快乐 追求这地上的荣耀 祂说都要过去了 这些情欲都要过去了 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会永远长存 所以约伯记33章14节说 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 所以神一直在说话,世人不理会 但大卫呢?大卫他怎么说? 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 所以对于由而可听的,他会把神的话都听进去了 神说一次,我听见了 神说两次,我更听见了 但是世人一次两次,却是没有听见 所以神会再说第三次 今年2019年10月,在Soloma那个地方又发生山火 这次烧毁300多栋建筑物,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但是这个已经是,今年加州算是最大的一场山火了 这个是在加州Soloma县爆发的金凯德山火,Kincade 沿上面积达77,000英亩 烧毁了372栋建筑 是加州2019年迄今最大的一场山火 所以这个汽车开过去,左右两边都在烧 那这个也是一栋房子,烧公光 好了,然后同样,这两场都是10月底 刚过去不久 最后一场叫做Getti Getti这辆山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在洛杉矶 只有10栋建筑物被烧毁 但是影响到很多名人 这是在洛杉矶北郊爆发的,这叫做盖地山火,Getti fire 它延烧到这一条405号公路的旁边 所以你看底下那个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 结果旁边山就在那边烧起来,对不对 这好像是什么? 这好像是神在这高速公路旁边,立下一个好像是看板 广告看板,或者是一个舞台,沿给你看 这个山火就在你面前烧 然后底下,那些车子好像很安全 但是问题是,这个山火你看,在旁边这样烧 烧给你看,这好像是广告看板一样 所以虽然这场山火造成的损失不是那么大 但是它很靠近人烟稠密的地方,它就烧在你旁边给你看 然后这场山火,导致20万洛杉矶的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其中包括NBA胡人队的超级球星詹姆斯,他被称为詹黄 等多位名人,同时有240万人遭到断电 那是为了预防措施,怕导致这个山火的爆发 所以他们就预防性的断电,240万人就没电了 然后10月28号凌晨的詹姆斯,他被迫疏散的时候 他就在推特上面说,这场大火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正紧急撤离 我一直驾着车,跟家人到处寻找可以住的地方 但到目前为止运气欠佳,找不到可以住的地方 所以到时候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到时候你会到处找不到住的地方 因为像前面那一场2017年还是18年的山火 很多人就疏散到Sacramento,三块馒头那个地方 结果整个城市里面那些旅馆都被住满了 因为撤离人太多了 这个詹姆斯,他在当地拥有两栋 各支2300万跟2100万美元的豪宅 所以下面这一栋,这是2300万的一栋 2019年到目前为止 加州山火的规模跟死伤人数 虽然远远不及前两年的死伤那么多 但是却更靠近人烟稠密的洛杉矶 更多名人遭到波及 所以神这次是把山火放在全世界最醒目的舞台上面 使人可以听见他再一次发出的警告 今年还没有结束 后面这个11月才刚开始 我不知道11月会不会有更大的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神的做法 祂把这个山火放在一个最醒目的地方 然后受到波及那些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 所以借着这样子,让这个讯息传到全世界 这次神也在告诉我们什么 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人的身份、地位跟财富,不能带给他安全的保证 连被称为小皇帝的亿万求星詹姆斯 他从高中开始,他就被称为King James King James就是雅各王 因为他叫James,所以他被称为King James 他被称为皇帝,称为国王 连他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要找个安身之处,都有困难 他所拥有的豪宅,一动也不能带走 所以神借着在这个人身上,显出 真的是特别告诉大家 你被称为King,被称为是皇帝什么 没有用的 到灾难来的时候,你一样的到处找不到安身之处 所以那个启示录里面说 到时候那些富户、贵族都要向山喊着说 向我们倒下来,要躲避羔羊的愤怒 有媒体就报导说 加州现在,已经像是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 而这烈火景象,竟有如世界末日 所以现在媒体都用世界末日,来形容那时候灾难的那种光景 可是,真正大家有没有把这个世界末日放在心里面 知道说自己该怎么样预备呢? 这是末后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图我们修过很多次 从揭开第七印之后 天使会吹七号,最后再倒下七个碗 前面这四个号,是前面三连半 然后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有一颗星落下 这时候就开始了后面的三连半 然后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那时候得胜者就会复活被提 然后在云上与主相遇 这个得胜者复活被提 我们前面之前有一篇叫做《从节期看末日》 有跟大家分析,这个得胜者复活被提的那一天 应该就是一个吹角节 就是犹太人胜利的七月初一 就是我们阳历的九月份左右 这个吹角节,你往前推到大灾难开始 到大灾难开始,这当中有多久呢? 就是把前面三连半,这是1260天 加上第五个号的五个月,就是150天 还有第六个号的13个月,就是391天 合起来是1801天 所以将近五年的时间,从大灾难开始 一直到圣徒复活被提 所以大灾难,应该就是从某一年的十月左右开始 因为吹角节被提是在阳历的九月 然后往前推将近五年的话,就是十月,十月左右 然后当这个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第一号吹响,对不对? 那第一号吹响,会有什么现象? 会有什么灾难呢? 就是有包子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怎么样? 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所以我们看,加州这几场年度最大的山火 你看,都是发生在十月的前后 对不对?十月的前后 然后,山火的景象 也和第一位天使吹响之后的灾难类似 就是有包子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青草也被烧了 所以,加州的山火,不仅预告七年大灾难 开始时候的景象 就是这些,地、树、青草都被烧 然后,它也印证了,这个发生的时间点 应该就是在某一年的十月的前后 所以,神借着这个山火,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那这些山火的发生,就好像是一个大灾难前面的彩排 神也选在全球最受瞩目的美国加州,众星云集的地区 让世人知道,大灾难正式上场的时刻,已经非常近了 那很近,那怎么办? 好了,那我们就是要警醒,对不对? 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警醒? 怎么样来预备迎见主的再来呢? 第一个,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 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与神时时相交 这是成为一个对的人 因为圣经里面有说,约翰一书2章28节 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主的再来? 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 就是只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住在主里面 就像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一直与他有相交 那这个时候,就保证我们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对的话,你就没办法跟他相交了 你就中间有罪,有其他东西拦阻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跟神保持有一个对的关系 这样子的话,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 那这个,关于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与神联合 这我们前一个礼拜有讲,所以大家可以参见这个与神联合 那第2个,就是要弃绝罪恶,舍弃对世界的贪恋 这是神借着这三场的这个山火,再三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要舍弃对这个世界的贪恋,更不要说是那些罪恶 你如果还是在贪恋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没办法面对末后的大灾难 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 第3个,你要好好学习圣经 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为什么呢? 因为大灾难开始之后,会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 会有许许多的人涌入教会,要寻求救恩 教会需要很多的工人,极多的工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装备好自己,到时候才能够被主所用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圣经装备起来 所以到时候,大复兴来到的时候,那时候需要工人 那时候他们来教会里面说,我怎么样能够得救,我找我们牧师来跟你谈 你知道,那时候牧师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讲的 所以你要亲自下场,要去带领他们,带他们祷告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祭要真理,然后带领他们 他们学圣经,你要跟他们解释,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要趁着这一段时间,这么很有限的时间 要好好的学习圣经 怎么样好好学习圣经 你可以把这个圣经简报站里面的每一篇都听过 我们这篇圣经简报站里面,有这个 目前有600多个video,在YouTube上面 如果你一天听一个的话,两年可以全部听完 那你全部听完的话,大概是对圣经 也就差不多了解的,应该蛮清楚的 我这个老王卖瓜 但是anyway,就是你要好好的学习圣经 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 你自己要先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到时候你才能够介绍人说 我们这位神是何等可爱的一位神 他说,你怎么可爱法?我说不上来 你要自己要先经历祂,你要先认识祂 从客观的,从圣经上面来学习 从主观的,你自己怎么经历祂 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要赶快要复习 要密集学习的时刻 这一批人就是最后一批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 他们的赏识是大的 神也会特别保守他们在大灾难中十分的平安 因为他们有许多工作带做,有许多灵魂带救 你会想说,大灾难来了 我应该要在什么地方储存粮食 我要在什么地方,放一些黄金银子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要预备好什么 我跟你讲,到时候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东西是很确定的 如果你把你自己装备好了 你成为一个是qualify的工人 神一定会特别保守你 因为神看圣民之死极其宝贵 在这个时候,那么需要工人的时候 神会特别保守他的工人,没有任何的闪失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大灾难当中,希望能够幸存的话 你就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神的工人 让神非常的宝贵 这人绝对不能死,一定要让他活在世上 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他做了 所以神会保守他们在大灾难中十分的平安 即使你死了,殉道了,那也是好的无比 在大灾难当中,你这个死的话,你算是殉道 因为你预备好自己,要见主了 对不对 大灾难当中,死算不算殉道 这个要看状况 你如果是为着拒绝666而死,那是殉道 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好好的预备好自己 我相信神会特别保守,让这些基督徒有特别的恩典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活着死了对神好像差别不大的话 那就不能保证,对不对 所以抓住这段时间,预备好自己的人 在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什么? 他们会成为得人的渔夫,成为羊群的牧人 那些没有预备好自己的人,就会成为被捞捕的鱼 带喂养的羊 在灾难中才得到复兴 他们就错失了许多为主做工,得奖赏的机会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还是要成为那条鱼? 你要成为一个喂养人的人,还是成为被喂养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还是要成为一个被帮助的人? 这关键就在于这几年,你是不是把自己预备好? 你在这段时间,把自己预备好的话 你就能够在灾难当中,来帮助人,来拯救人 不然的话,那时候你还需要,你那时候灵性软弱 那时候你希望说,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 圣经我都不懂,怎么办 那时候你就需要人家来喂养你 那你当然在大灾难当中,你借着这个灾难 你开始,你就回头归向主了,你灵性也算是复兴了 但在这复兴的过程当中,你会浪费很多机会 那时候有很多工要做,你会错失这些得奖赏的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现在的时间,就要用在刀口上面 你要选择做对的事,而不是做好的事 这事实上有很多事情,也其实都不错 但是,因为这些时间有限,你只能选择做对的事 主来的日子,那么样的迫近 所以有许多的投资跟努力,都会成为突然 所以,因为那些都是好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主来了,那些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 这才有永恒的价值跟奖赏 什么事情会成为突然,会成为没有意义 我觉得比方说,就像那个 比方说像生态保育 你在那边抢救那些濒临绝种的动物 我觉得那些都不需要了 再过几年,主耶稣再来了 那些要绝种的,可能这两年还不会马上绝种 而且就算是绝种,但是当千年国度来临的时候 神会复兴万物的 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的 我会气候暖化,担心 这个我们要节能减碳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就长远来说 好像该做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短了 你现在做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太显著的回报 所以你要把时间用在刀口上面,做那些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那在永恒里面,会有奖赏的 那当然假设,你在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在做节能减碳的 这家公司是在做生态保育的 那你就还是要认真做 因为你在当中,你会拿到薪水 所以你会马上拿到你的回馈 所以为了这份薪水,你还是要认真做 而且是为主做,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讲的是说,假设在你这个上班时间以外 你有一些空余的时间 我去做一个义工,在那边推广 教大家要减能减碳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了,因为这个时候不多了 做这个已经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还有钱也要用在对的地方 为着长远未来的投资,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什么叫长远未来的投资 比方说,你现在很年轻 然后,你要考虑要不要买一个受险 65岁以后,你可以开始回本 那问题是,你现在很年轻 等到65岁的时候,那时候主都再来了 那你现在存的钱,其实都拿不回来的 所以这种长远的投资,你就不需要太考虑了 还有,教会建堂 我觉得你要好好仰望主 我不敢说,建堂都不需要 因为大复兴来到的时候,也许需要很大的会堂 才能够容纳那许多永进教会的那些人 所以也许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要各个教会自己来仰望主 但是,我们要,思想里面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如果主快再来的话 那这笔钱,你如果用在别的用途,会不会更有效率 更发挥更大的功效,这我们要好好考虑 所以,钱要用在对的地方 我最近就是听到那个谁 David Borsen在讲一篇道 那其实是Joey在那边听 Joey在听David Borsen讲那个启示录 然后我刚好从旁边走过去 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荧幕上,看他在讲什么 他就刚好举一个例子 他说,假设你有栋房子 现在政府通知你说,两年之后要把它征收了 政府会发给你一笔不错的这种补偿金 所以你这房子大概只能再住两年 之后你就要搬家了 政府要把这栋房子收回去 要拆掉,要盖什么东西了 这样子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花钱,这时候花大笔钱 好好的把这房子整修一下 里面重新装潢,会不会?不会了 因为两年之后就要拆掉了 我这时候花这个钱,投资下去 到时候都是浪费了 所以这个房子如果万一有一些什么小毛病什么的 他说得过解过,稍微凑合的用 就凑合的用 反正两年之后就要拆掉了 那时候我就看到他讲这一段 那时候我在想说,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反正主快要再来 有些事情就凑合凑合的 后来我在仔细想 其实他这个讲的话里面,也隐含着很多层的意义 就刚刚所说的,我们要做对的事情 钱要投资在对的地方 还有呢?还有别的,关于一些政治议题也是 好,虽然时间紧迫了 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就会有安息 神也让我们有休闲娱乐 免得我们的神经绷得太紧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很紧迫 大家都要天天与主同在,资子连在葡萄树上 然后什么娱乐都不可以有 不会啊 神还是让我们有正当的休闲跟娱乐 免得我们就绷得太紧 万事都有定时 所以有的时候要做工,有的时候需要安息 但是不要让休闲娱乐成为你的生活的焦点 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思 我常常在Facebook上面看到很多人 破亚对他的照片什么的 当然我看的也是,他生活多彩多姿 但是我们特别要留意就是 我们不是让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被这些东西霸占 我们真正的重心是在哪 要好好装备自己,追求主 预备好自己,要迎见那个大复兴 还有政治上的议题 我们可以在投票的时候去表达意见 但是我们不必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造势,去抗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争议很快都会过去了 主来了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万物复兴的千年国度 那时候不再会有环保问题 不会有经济问题,不会有教育问题 也不会有统独的争议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因为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 所以你今天在那边抗争,在那边激动 香港,反送中 我跟你讲,两年之后 如果主耶稣大战争开始了 然后在几年之内,主耶稣再来了 这个反不反送中,其实已经差别不大了 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 教会在这个时候,不是在那边上街头去抗争的时候 是要好好祷告的时刻 基督徒的战场在什么地方? 是在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战场在哪里 不在街头上,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先转向主 我们这个人要转向主,这是一场争战 然后一旦转向主之后 我们就要在灵里面祷告 祷告什么呢? 跟主同工,让灵魂能够归向主 让教会能够被复兴 让国家的命运被扭转 这是基督徒的战场 不是在外面 我们在外面有时候浪费我们太多的心理跟时间 还有注意力了 我们真正的战场是在里面 而且我们真正的头号敌人是我们的老自己 我们要先胜过自己 才能够让神借着我们来改变这个社会 改变这个环境,改变这个国家 所以借着这个三火 我相信神给我们说很清楚很大声的话 我们都要能够听见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那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主都快要再来 所以你什么时候会对一个节目进行彩排 不是快要表演的时候才会进行彩排 对不对? 你不会说早在两三年之前 四五年之前,就在为一个节目做彩排 你多么是前一个月,前一个礼拜在那边做彩排 就是为着要正式上演 所以神这个时候,借着这个三火 祂就在那边彩排 让我们知道说,当第一号吹响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光景 然后什么东西会被击打 什么东西会过去 什么东西会成为泡沫 神都让我们知道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留恋那些东西了 要追求真正可以存到永恒的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进到葡萄园里面 成为最后一批的工人 我们的赏识会是最大的 这不是叫你说要去读神学院 成为全时间工人 读神学院可能都来不及了 我觉得时间可能也来不及了 而且,如果能够带职侍奉 我就觉得更好 更好 我觉得对多半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更健康的环境 那个是谁?是施布真 还有另外一个谁说 还是马丁路德说 除非神清楚的呼召你全时间服侍他 不然的话你要躲避做船道 像是躲避地狱的火一样 所以我们服侍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 但是我认为 尽量我们就是带职服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形态 全职服侍那是一种恩典 那是一种神特别的呼召跟托付 如果你没有那么清楚的呼召的话 不要贸然的跳进去 因为里头太多的迷思跟陷阱跟诱惑 让人会把你单纯的一种服侍的动机 就变得复杂了 然后他说,我是要维护我的一些利益 我要守住我这个属灵的山头 怕别人来抢我这个饭碗 这有很多那种复杂的动机 都会跑进来,那就不好 我们尽量就是用一个单纯的态度在服侍神 所以如果没有清楚的呼召,你就是带职服侍 但是,你有做的功的 那时候大复兴来到,你有做不完的功的 所以我们绝对是,最后进葡萄园的那批工人 神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有一个特别的恩典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过去所被仇敌吞吃的时光 全部都补回来 好了,感谢主,今天讲得特别快 但是我想,神给我们的信息是蛮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认真听